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要和大家说一下昨天见到金与星期三有比较显著的转变 什么转变呢? 我们在星期三见到由开市开始做了最高 而昨天適逢相反 什么相反? 见到金与开市的勾价已是全日最低 开始反弹 中间会见到欧洲央行议息问题 所以会见到做过一个调整 但很快就再打上去 这里有些讯号出了 大家会详细说 要留意美元指数 近日可能会多了 会留意这部分 为什么? 因为大家要知道 始终去到英国退欧已经过了一个月 所以想去留意 究竟金与美元同步的状况 在今星期亦有显著差异出了 所以今天大家会再看昨天的美金表现 大家要注意 如果从美元指数小时图 你会见到一件事 其实美元相对强 怎样去为之现在是强? 大家可以这样察觉 不单看价格是否上升了 还有一件事 你看到是否在高位做完之后 很快地做一个调整 或者是否价格是下降的 其实在节目中也有解释过这件事 所以我们看到有少少令RSI扯下来 这里就可以告诉大家 结果你会见到美元真的下跌了 而昨天在这里也很细细地说过这部分 给大家知道 其实如果以我们很简单地理解 在图表里面将市场所谓形象化给大家看 你觉得好像是美元扯下跌 让几位升 但事实上 如果像昨天我所说的 譬如你发觉RSI下跌得太低 譬如低了四十 现在你看到这个状况 结果你会发觉美元 是会再进一步下跌 虽然不可以说跌很深 但起码会让大家看到 如果以就这样的形态 在昨天去看 你会觉得 昨天的美元应该有更多上升空间 但事实上 现在你会发现 反而是有调整压力大了 虽然昨天我们看到 欧洲央行那边没有什么特别的议息会议转变 但从这个形态去看 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些讯号 当然 看昨天给大家的建议 昨天 昨天我们给了三个建议 建议大家1312买 目标放了21、25和35 stop我放了09 上面建议大家1322和1335才再沽 目标看了13日 05和97 有考虑如果穿千山会如何 上面的stop我放了1324 下面35沽 stop我放37 大家看到了 其实昨天如果你看看金 有反弹的 但这个反弹 一开始就已经出现了 最低位 所以应该在这边持不住 反而它打上去最高上去到1322 大家看到了 因为欧洲央行议息过一段 其实有过一段的小型波动 第一个日期高应该是这个位置 1323 1323.45 做完这个价格后 做了一个调整 这个算是昨天最明显的那段下跌走势 回过来最低1314.57 即是我们沽到 1312这个就买不到 因为大家看到了 虽然昨天做过低的水平 但其实昨天在节目的时候 也看到这口价 即是开市已经做了 所以一定持不住 但反过来 反过来 第一个低高 1323 应该就沽倒了 因为建议大家22沽 stop放了24 不过这里差一点 虽然沽倒了 但差一点 才到目标 因为目标放了1313 但最低刚刚1314 即是反过来 反过来 平不了 反而抽了上来 还stop了 也应该是 最高上 因为之后大家看到了 它上回到1324.55 即是说 第一个目标不到 但就已经打回上去 即是这里已经stop了 但这里有一件事 大家可以留意 因为过去那两天 其实你可以说 金是在星期三做day high 而且它做完这个day high之后 你发觉 真是双日转向 你会看到 做了最显著的调整 所以昨天的反弹 为什么刚才所说 有些意思 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 这个反弹 其实它也弹得多高 如今去看 如果有机会再进一步反弹 大家可以留意 1327这些位置 看看会否会穿回 但反过来 昨天本来不是很敢 立刻叫大家去拿回金 但反而今天 因为出了这个样子 反而可以找到 再买的机会 而昨天你看到 原来第一个调整 其实已经是去到买入的价格 一个是24 一个是16 其实有一件事 大家要注意 因为今天始终是星期五 在上星期开始 已经没有了 我们经常跟大家说 会不会在星期五 有些所谓避险的感觉 而你看到 去到单边美国市 金开始升回 其实从上星期开始 已经察觉不到 所以进一步加强 大家会觉得 应该美元和金的关系 会正常回 所以如果以现在走势去看 视乎短线 都可能会再建议大家 例如低位可以试买一些金 但什么价呢 可能是贴近昨天这个位置 上市目标 可能会跟回大家的第一个反弹位置 除非突破 如果不是的话 我相信今天可能维持在通道走势 就不会太突破 但仍然值得大家观察 今晚美国收市会如何 可以留下星期一 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节目才能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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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